今天主要内容会有包括两例 就是死亡病例的部分有一例流感中症 另外有两例是被烈酒菌死亡 报告重要的疫情的部分 大概涵跨登革日复写跟流感 再来我们报告登革日部分 登革日上礼拜新增11例 所以从8月到3月是1544例 那并没有新增这个初血热跟死亡的部分 再来腹泻的部分 这是我们急诊的这个腹泻的资料 那已经连续8周的上升 那目前的最新的资料是 6.38%的急诊病患是这个腹泻 那这个是流感病毒的部分 所以如果我们只看流感的话 其实阳性率只有15% 也就是每100个有类流感症状 它其实只有15%才是这个流感阳性 那最多阳性的病人里面 还是最多就是新型流感的 H1Y新流感占66% 那B型流感占27% H3N2占7% 那再来报告国际疫情的部分 我们大概这个礼拜也focus在 这个禽流感的部分 全世界从2003年开始由人类的流感的病例 到现在总共有516个个案 那其中有306个死亡 就是每1个 结论部分大概就是 登革疫情就是明显的趋缓 那目前不过目前大高雄市能有一些灵性的病例 那还有就是腹泻急诊的根本的就诊率有明显的上升 那这边大概就请到 要提醒民众注意这个 请洗手要注意饮食跟隔温卫生 那再来是内流感跟内流感的急诊就诊率 也是快速的上升 那所以 所以但是提醒就是说 目前其实流行在社区的除了流感病毒之外 那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呼吸道的病毒 那也就提醒就是说 如果还要希望能够打疫苗 要尽早去打疫苗 好谢谢